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兰 我今天来到观音桥的好吃街看到没有 这边的人还是蛮多的 但是我上楼上找了一圈我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好吃 所以我决定到这边来溜达一圈 看哪家店的人最多 我觉得群众的口味不会错 这边找到了一家海鲜焖面就吃这个吧 好累啊 我觉得 我点的是一个他们这边 就顾客点的最多的 就是那个鱿鱼和虾的套餐 然后我点了一个鱿鱼加虾的这个海鲜的面 现在是在焖的过程当中 他先放蒜蓉嘛 然后倒上他们那个蜜质的 应该是他们的蜜质的酱料吧 然后再放鱿鱼啊 然后鱿鱼啊 然后最后放面 出锅的时候会放上那个豆芽 然后我现在进一碗 焖面已经上了 是不是感觉好大一份 整个用料也很丰富 它这个里面有这个豆芽啊 鱿鱼啊 虾啊 然后出锅的时候还会 有这个嗯 葱和香菜 整个色色看起来也还蛮舒服的 就整个这一盘搭配 看起来也是挺赏心悦目的 它这个面条还蛮筋道的 不是我们普通的吃的那种 重庆小面那种哈 它比小面要粗一点是那种比较圆圆滑的那种 吃起来很筋道很有嚼劲 然后呢整个口感是 蒜蓉味真的是出面而来 非常非常的浓郁 然后我觉得蒜蓉和这个 和这个海鲜呢真的是绝配 因为我们知道海鲜像鱿啊 虾啊它自身会带着一股就是 海鲜的那种新香 然后加上蒜蓉的这个蒜香味 整个结合起来我就觉得 真的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搭配了 蛮让人意外的 就这个蒜蓉味真的很香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口味的东西的 然后呢它这边的位置在这个 观音桥的好吃街这边 然后到中午用餐的人还蛮多的 我后面人已经越来越多 我已经渐渐的开始不好意思了 我这张老脸有点 觉得有点害羞了 然后呢整个口感一点都不会油腻 我以为像这种就是 焖面啊什么的会 会很油腻但是一点都不会很油腻 整个人感觉还蛮舒服的 就是吃起来味道适中 就是香味适中 咸味也适中 然后整个感觉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推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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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